高雄巨蛋 和台北小巨蛋 它最大的不同點是 高雄巨蛋它不只是一個體育館 同時是一個綜合性的休學園區 它裡面包含了體育館 展覽場跟百貨公司 比起台北小巨蛋商辦履歷 這邊更具備了 新一計畫區時尚的一個氛圍 那這個案子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在漢神巨蛋的正後方 它整個同時還融合了 時尚跟人文的氛圍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案子的時候 希望的就是能凸顯住在這裡的人 它的特質感 金城建設將每個建築都視為獨一無二的作品 有見於此 我們就以建築是從土地生長出來的一個概念去做發想 同時融合它地段特色的一個特性去做延伸 這樣一來就不會產生相同的一個造型 跟相同的一個設計概念 思考如何將地段環境的一個概念 融入整體的一個居住環境 然後去行錯一個整體的一個居家氛圍 以契而孵彈的一個造型 來詮釋整體的一個建築外觀 然後去讓在都市中行走的人 能看到這棟建築物而產生驚喜 內在的一個部分呢 我們則是引入龍文、雲文、唐草文 來呼應這個地段它的尊貴性 文化性跟它的一個時尚感 將這三種文路分別來代表 這三棟建築物它獨特的一個家文 並把它引入它的走廊、門廳、大廳的一個部分 然後來行錯整體的一個氣氛